今天的國歌不一樣 柔和原住民合音元素 賴清的唱國歌 武黨所踪也一字不漏 出席這場世界台商年會 賴清的抓緊機會高喊投資台灣 五大信賴產業 都符合地緣政治變化 民主陣營的需要 台灣位在第一島鏈的最前沿 又是堅定捍衛民主 堅定不移 台商面前防衛台灣 還是賴清的演出主旋律 總統府防衛任性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就拋出培訓四十萬名利 必要使要支援軍事行動 指著人力到底從哪來 我們現在所統計出的名利 大概橫跨警消 一警一消 還有其他我們包括的很多民間團體 作戰的任性的部分 到達這個 如果一旦有這個情勢嚴峻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人名物力的一些徵用 而四十萬名利又該聽從哪個部會來指揮 蘭茵質疑全責混亂犯兵家打忌 也顯現出賴清德本人好大喜功的那一面 那凡事都想要來個御駕清真 那就是純粹就是把自己當清德中 應用民間的這些力量組成的 那這個夜管的部門是屬於內政部 除了四十萬名防 總統府任性委員會也將於十二月 推出桌上兵推 明年三月會議將舉行地方小規模演練 但就被蘭茵炮轟 簡直是販賣亡國感 質疑賴清德難道藉此備戰 二零二八 這並不是在販售 這個國家的安全的 這個警覺危險度是在增高 而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現在我們遇到的威脅就是這樣子 全民國防成為險學 賴清德大練兵 不能讓自衛決心成為紙上談兵 進行新聞網民朋友謝佳麟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